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中央电视台两个记者 穿上全副装备 跟随消防人员 深入爆炸核心区域 采访首构工作 他们说 即使隔着面罩和装备 仍然感受到现场的高温 和闻到浓烈的气味 当局也派出核生化应急部队到爆炸中心点 一个有半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巨黑 採集土样和空气样本 查明有害物质的种类 位置和危险程度 当局在例行记者会上第一次承认 爆炸现场存有几百吨氢化物 而且位置已经确定 基本上确定了这几百吨氢化物 大概分布在两个点上 这两个点上都已经搞清楚了 现在在采取的办法就是 已经炸开的 它是用25公斤的桶装 已经炸开的 我们就把它现在清理到一块场地 就进行把它中和 用双氧水现在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 有内地传媒报道 涉事的随海物流公司仓库 按规定最多只能够暂存十吨山埃 换言之 涉海怀疑违规处存的山埃 超出规定几十倍 新华社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已经派完介入调查爆炸事故 将会组织天津市检察机关 依法检查事故涉及的滥用职权 换忽职手和殉尸枉法等罪行 向涉案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无线烈士记者到思维报道 有失踪消防员家属上街 要求当局交代亲人的下落 亦有爆炸仓库附近的居民 希望政府赔偿损失 来来来 拉开 一批失踪消防员家属 试图游行到天津市政厅 要求当局交代失踪者的下落 期间被警员阻止 他们多数来自偏远地区 不满仍然未有合约消防员的消息 有家属尝试突破警方防线 和再场警员推撞 场面一度混乱 而另一派失踪者家属 就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场外抗议 示威人士当中 亦有住在爆炸现场附近的居民 他们批评当局 没有告诉他们 民居附近设有危险品货仓 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单位 赔偿财物损失 医疗费用和提供心理辅度 无线电视记者彭艺斯报道 而天津有七个家公港菜场 距离爆炸现场至少几十公里 蔬菜统营署说 下季是没有进口天津的蔬菜 天津大爆炸 令到附近一带可能被化学品污染 根据国家质检局数字 已经登记的200多间内地公港菜场 有七间位于天津 主要出产西兰花、薯仔、番茄、冬瓜和白菜等等 菜场距离爆炸地点由七十几至百几公里不等 有市民就不放心 吃了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事 怕不知道什么化尿的东西 倒在海之后流失去到一些菜 当然是担心 吃少一点 仅仅买本地的 天津是过年那时有人买天津白菜 这个时候没有的 这些挂着天津鸭里牌的 菜犯说产地并非天津 蔬菜统营署说大约占内地公港蔬菜 百分之十七的长沙环批发市场 在夏季并没有在天津入口蔬菜 只有冬季会入口小量的军菜等等 业界将会商讨会不会暂缓进口天津蔬果 但是担心难以分辨 入口蔬菜批发商商会就说 希望当局顺快讲清楚 大爆炸是否对当地的蔬菜造成污染 已经不适宜食用 还有这个情况会持续多久 好先电视机就在南海认不得 新闻都报道完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